沈慶晶這個家族本來就是藍的嘛 所以他捐給藍的比較多 是很正常的 問題是你是正常的捐款 比如說五萬啊 十萬啊 還是用人頭 那捐到天花板 然後分成好幾批 這有一定的pattern 所以民眾黨裡頭 包括黃三恩在內 跟其他很多候選人的 的收錢的方式 跟柯文哲本人收錢的方式很像 但是柯文哲很多代表民眾黨也好 或是代表自己 他收到的錢 有沒有入帳 很多都沒有入帳 那這個這個當然犯的罪也比較小 因為這個跟金華城的這個有沒有收費 也是沒有辦法 現在柯文哲很多跟他過去的人設的 現在的做法是有讓人很奇怪的 就是說他幾乎大展到一手遮天的程度 就是說這個人花明在外 風流四季很多 就是差一點 沒有在床上被逮到 他有違反現在的所謂配偶權 就差什麼一點 就差什麼 因為你現在講柯文哲 所有的這個東西 他就說 別這樣 沒有人相信 包括民眾黨也有很多無辜的人 無辜的人也相信這樣 我覺得現在因為民眾黨的議員在場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問題蠻大的 我上個禮拜跟十個台南議長的同學吃飯 平均年齡都八十五 我問他們說你們認為民眾黨何去何從 應該讓他廢了 還是要扶插起來 讓他再造再站起來 八個戰勝中讓他走了 這個沒救了 只有兩個包括我在內 我認為好不容易柯文哲把民眾黨栽培到這個程度 這個對臺灣的第三勢力有所依賴 有所依靠這一條勝路 現在斷掉有點可惜了 但是民眾黨要重新得到支持者的進來 不容易 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所作所為 真的超乎正常人的想像 太超過了 因為很奇怪 即使沒有逮到那個所謂啪 這個一刀斃命的證據 但是那麼多不是一刀斃命的夾起來 真的你要硬是賴皮道說他是政治追殺 我覺得很多人聽不進去 對 剛剛大佬講到說政治現金 這個這一塊 有些是透過正常的管道 就是捐獻 捐錢 那有些是透過員工 像是金華城的會計 陳惠玲小姐 還有中工的保全經理高明洪先生 他們都是用大概兩萬八萬十萬 像這樣子的小額的匯款 這個應該是受到指示的 可是看起來錢也不多 就是分別捐給黃珊珊 捐給像是邱成遠 還有柯文哲 陳婉惠這些人 看起來應該都是柯文哲的愛將 才會收到這些現金 那個是在2024這場總統大選 不管邱成遠 陳婉惠都在選區域的立委 你認為沈慶晶會交代他的會計說會兩千塊給邱成遠嗎 邱成遠也是捐兩千塊 兩千元台幣 對 有一個兩千塊 第二個 金週刊今天提出來的 每個禮拜二固定 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看金週刊 看他們又寫了什麼 這禮拜的金週刊讓我看到一個現象是他們已經擠不出東西了 所以乾脆去監察院上面反正跟歸金有任何相關的捐款 他全部當作下來 把他寫成了一篇報導 那今天在第一時間 當然黃珊珊臉書發了一張 他列了十幾個人的名單 我今天不會去講說 你看藍綠都有 你們過去這兩個月 這些人怎麼講柯文哲的事情 我不會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透過合法的程序捐款 才會出現在監察院 如果他不合法 他不會在監察院 他可以被你看得到 今天這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資訊 所以講回來 剛剛大佬講的 我覺得你說沒有一刀斃命的證據 或者是這兩個月 已經有這麼多的媒體上面的傳言 說真的 要嘛媒體全部亂扯 要嘛媒體把你把證據都準備好了 不是有很多什麼一千五兩 什麼八十兩百多 這麼多的證據 講的已經煞有其事了 為什麼你要申請延壓 這兩個月你在幹嘛 所以這才是我們秘書長提出來的 這兩個月你到底在幹嘛 還有救贖沒有傳喚到 這個就讓人家會覺得匪夷所思 那瑋瑜怎麼看 我真的覺得《鏡週刊》 這真的是把他當連續劇本在寫 因為坦白說 我剛剛特別看到邱承遠這部分 我也嚇一跳 兩千塊 兩千塊 邱承遠現在是我們新竹市的代理市長 不是 我要點破 他不是現金 他是匯款 而且是匯款 你有沒有注意到柯文哲收很多錢 很多都是現金 因為匯款不怕人家知道 現金才有得長 被你伺惑 那兒 在那兒 permett放信用